嗆嗆三人行 你们两位教授 你们可以说说这个问题了 就是中国学生论文作弊 现在成了个国际话题 也没怎么国际 新西兰高等教育部长 最近说了新西兰报纸大字标题 中国学生论文造假 你知道现在网上 他们说一点击 就能点击出700多万个 700多万写论文的网站 打出的名目 当然都是辅导你 帮助你写论文 可是他们说 私下里都有交易 比如说一个博士论文 我听说好的话可以10万 10万一博士论文 而且你要拿不到博士 还给你退 但是他们就说有人写博士论文的 谁写的呢 可能就是你们 说是有高效的老师 就在干这个买卖 你们听说了吗 是不是说高效老师 我不知道 你说的会有这一类的广告 不断地告诉你写论文 登杂志 对 就现在这个产业 这个产业 简中书围城里早告诉我们了 那个 但是你不只是中国人 这全世界都会有这一类的 就整个高等教育发展以后 你看去年 今年刚刚宣布的 哈佛大学的那个处理 哈佛大学 哈佛大学去年八月份的时候 有120多个学生的课程作业 违规或者是说抄袭 他说的其实比较复杂 我看了那整个经过 还不像我们说全部抄的 他就老是开卷 然后你回去哪回去 但是不能讨论 不能又自己完成 后来发现卷子很多重复 所以就启动调查 然后调查到今年二月份的时候 哈佛文理学院的院长出来公布 其中的一半同学留校查看 一半同学走人 然后处理很严格 所以我说的是 触犯学术纪律 包括抄袭 包括作弊等等 是全世界都有 问题是处理不处理 而且怎么处理 而且怎么样用什么办法 来杀住这个风气 你说的这个视角 还挺正确 因为这个新闻 他们就说 有的记者就去搜索 说是不是 因为现在国际上传出名了 就中国人爱造假 那么就说 他们就在英文的网上去找 说到底现在大学生作弊 是一个考试作弊 是一个中国现象 还是一个世界现象 最后他们这一上网 外国网一查 这是个世界性的现象 就是说现在的 还是说是个历史性的现象 以前的大学生 是不是一直以来 作弊就是成风呢 不是 作弊 从古我们知道科技考试 不断有作弊 小超吗 现在博物馆里面 有那样的整个衣服里面 都邪忙了 各种各样的作弊 全世界都有 自古就有 但是最近几年 除了最近十年吧 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 几个原因 第一 高考 不是 大学生的数量迅速扩张 对 以前是个精英的教育 现在变成个大众的教育 那么多人 很多人是不具备 或者说不具备 很好学习的修养和能力的 这个时候 这个作弊风气会更严重 还有一个 大量扩张以后 老师瞒不过来 他你对学生们的 那个卷子 你的监督 还有你的审查 就会出问题 这个时候 学生觉得有机可乘 所以会有更多的人 参加到这个里面来 会是全球性的现象 而且如果从商业运作 这个流水线来讲 这可能还是西方的发达 中国虽然作弊现象到处存在 还没有这么商业化 没有这么盈利 但是反过来讲 中国也是特别严重 从这个我在香港看到的情况 内地来香港的学生 这方面特别严重 特别严重 有制度上的原因 也有心理上的原因 制度上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说 有些规定 内地的学生 他真是不明白 比方说他一门工 一个作业 他教几门工科 比方这边是一门文学批评 那边是香港文学 他写了一个张爱玲在香港 他这里也教了 然后呢 我们就被发现 发现了就两个老师收到了差不多的一份作业 那么说这个抄期 他说我没抄 要抄自己啊 他说我这个也算抄吗 然后我们就要专门定一条规则 就是说你要给他写明写清楚 原来没这条规则的 原来大家都有一个common sense 就是说你不可以把这个东西 他们说你们教授不是也是这篇文章里的话 拿到那篇文章里进入吗 出了十本书 其实就一本书 那这个就要牵涉到 那当然这个里面还有这目前出来的新一代的人 他们国内形成一种气氛 就是说能够作假过了官司光荣 没有任何道德内疚感 这是但另外一方面还有文化心理上的原因 就是中国过去的确是有文章 这个天下文章一大抄 抄自己抄别人 这个诸解功夫啊 一直不那么严谨 对 这个诸解这个东西啊 其实不是我们中国文化传统 这个是西方价值观 叫知识产权 就是说我讲一句话 这句话是广告之后见 是邓文涛 可是广告之后这些话 你邓文涛都说我也能说嘛 对不对 所以我那我就 我如果文章里写一句话 世界上本来没有路的 走的人多了就路了 我要是加一个注解 说鲁迅全集 人民文言出版社第几卷 第几页 人家觉得你在混稿费 这句话谁都知道 可是你严格说来 在西方的学术规则里面 你就犯规了 因为这句话最有名的就是鲁迅说的 咱们中国现在不是有人说嘛 乔丹嘛 南方的树木嘛 对不对 咱们根本 我们从文化心理上就不认同 我在美国读写论文的时候 这个刘凡有一次发火 就是说 为什么中国大陆来的学生 都那么聪明 注解都做不好 除了要偷懒 除了要就是逃避规则之外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理原因 就是我们的这个习惯 以前传统啊 你说的话好了就有人用 用你的话 别人用 是一种光荣 是你的光荣 不是偷窃 西方人的知识产权概念 就你用了东西 你给我打招呼 你这句话 虽然谁都知道 所以这个背后的这个潜意识里面 也起作用 就有制度 有文化心理 可是啊 我又觉得你说这个文化心理啊 实际上 中国的古人 古代的文人 我认为他又有另一种谦虚的美德 就是啊 他讲他的原流啊 他讲他的学术原流 不干是书法 你看还是绘画 我的字写的这么样的好 我的话写的这么样的好 你完全看不出来 但是我仍然要跟你说 我是跟前辈的哪一个老师 我是学的他的灵魂 他是我的 甚至就认为我是仿 其实根本不是仿 是他自己的创造 但是他仍然 他会告诉你这个原流 我觉得今天的很多文化人 没有这个道德的 就是我只见过 就说有极少数的作家会说啊 说你们说这种语言风格 是我独创的吗 其实不是 我是跟谁谁谁学的 这算一种美德吗 其实我的补充 那个是徐德东说的 那个做缩影 做注解 确实是希望学术进入中国以后的 但是不能抄袭 这个不是西方进入中国以后才有的 应该这么说 比如我们 我专门写文章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问题 比如说清代 明星之际 顾烟武专门说 你怎么赢古书 要怎么做书影 不仅是要赢你用的 而且要赢前面的人用的用的 你都必须一个个追踪起来 就专门讲这一类的清代学术中 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要说明你的学术来源 而且不能够把别人的都说是你的 但是你说的另外一面有道理就是他必须看文体 有的文体可以化用别人的 有的文体必须注明出处的 比如说写文章 包括你说的路问题 如果在我的文章里面 在我的文气贯通的情况下 我不全面引的话是可以的 但是学术著作一定要出处 然后为什么有会中国人说 天下文章一半抄 其实是宋代明代做笔记 很多人做笔记 当初的笔记就有读书笔记 连抄带写 对 那个后来流传下来的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中国人的作品里面 比如说古文不敢怎么抄 诗也不敢怎么抄 可以化用 但是笔记是可以大量的抄前人的 你好像周作人的很多文章 他大段大段的 但是他注明 他注明 对 这是不一样 就他们说的 周作人故意的用一个文抄工的笔 笔法或者说一种体力 不断的抄 但是抄自己也抄前人 但是我不断的检验 我们知道 不断的用别人材料来组织成一篇文章 也是一个 对 周作计较 对 那个新文学大戏的散文有两个人编 一个约大夫一个周作人 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就觉得约大夫这篇写得好 就爽 他写得像论文一样 周作人是怎么写的 关于这个问题呢 我20年前是这样子写 一大段 然后15年前呢 我也写过一段话 八年前呢 我又这么看 完了 我的看法就是这些 所以 但是 但是驰隔多年以后 我才发现周作人这篇 比叶大夫那篇好太多了 对 好太多了 而且呢 他非常适合今天的电脑时代 是吧 不止粘贴 不止粘贴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但是我作为一个本科生的角度 我跟你们说说 我你看我是读新闻的 我当年这个论文不是抄的 也不是故人写的 可是我觉得没有什么不一样 这是我一直困惑的一个问题 就说我们这个本科生 我们要写个毕业论文 那么我知道 我这个论文 永远也不会发到杂志上 我也不想做学术工作 他也成不了什么学术的著作 那么我就是要毕业 而且你比如我学的是 无产阶级新闻学 OK 那么好 我不找他写 我是自己写的 可我自己写也 我也是到图书馆 把他的一段拿过来 把他的一段拿过来 其实我有时候有个价值上的判断 我觉得我就是整篇抄又怎么了呢 对我来说 真没有什么不一样 你付了学费 学校就是教你 怎么从不同的人里面 抄成一篇文章 而不是让你整个抄一篇 那个 都是没有价值 我认为 你这么想 一个是独立发表的 学术意义的论文 一种呢 是一个训练的过程 对于学生来说 就像他所说的问题 你学这个专业 你最后能不能成为著名的学者 是一回事情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通过这个训练 让你知道怎么样 利论 怎么样找资料 怎么样完成一个论文 这是一个训练的过程 它里边有个逻辑 有个逻辑 怎么给他拼贴起来 对对对 在这个过程 你寻找材料也是一个过程 你过程中你会知道 不是每一本书都值得差的 对 这个时候你就会在这个选择过程中 会有你的获益 当然你说的 其实他说的问题 让我想到一个 就是现在最近在讨论的 这么多年一直在讨论 到底有写多少论文 到底毕业又不要写论文 不同的专业又有什么区别 有的专业很可能就像他所说的 其实是没办法论出什么东西来的 对呀 第一 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 哪支生之称又论文 如果幼儿园阿姨都有写论文的话 这个世界是乱套的 其实有的人是没必要的 包括你知道咱们的很多人念MA 是不用写论文的 休克的 休克以后不一定写论文 但是这个必须做很多很仔细的一个分书 我们的现在问题是一方面学生们不见得每个专业的 每个学位的都应该写有独撰性的论文 这个要求有时候太高了 所以导致那样 我说的我们分的不细 就什么样的学生应该做什么样的工作 用什么办法来达成我们对他的考核 就是他说的 差异化的 对对差异化的问题 什么样的专业 比如说新闻专业应该写什么样的论文 对然后比如说北大以前 新闻专业我认为你不让他去做个实地报道 是是是就这个样子 你让他写什么论文 对吗 我们中文系的学生提出同样的问题 关于论文的问题 我的回答是这样的 我说你将来如果是教书的话 这是你写的第一篇的论文 将来你出去以后假如不教书的话 这是你写的最后一篇的论文 不管怎么样 这都是一个有意义的过程 那你要么是第一篇 要么是最后一篇 所以你就用这个过程来就要完成它 而且你已经付了这个钱了 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学校成立了一大套的机构 软件来防止人作弊 可是这些防止人作弊的这些软件呢 又有很大的问题 因为它是机器 它很简单的 那就根据你这个文章找出你有百分之多少的你的用的概念 句子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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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点是在别人那里出现过的 那么周作人的文章要是一打的话 全人抄袭 百分之八十五 我们去年有一定 因为没有没有 所以这个东西又是很大的问题 他们说现在是学士的论文还没有上网 听说是硕士以上的都都上网了 对 我说去年我们一个博士论文要拼优秀博士论文 它是做古文献的 然后学校打回来告诉我说 机器检测的时候 重复力太高了 后来我让他们把所有的画红的东西拿过来看 来看没有问题 因为做古文献不断的又对前面 它都是影 所以影前面的人的 所以这样的话它就重复力太高的 那有的专业容易出现这个重复力太高 就像呢 有的专业其实是查不出来的 尤其是现在学生们聪明的 检索靠什么 靠你有的文章 那个数据库 我用像他们现在说 有时候出现问题是 有的人认为 你没有纳入台湾的 所以我用抄台湾的 台湾抄大陆的 大陆抄台湾的 这是第一种 第二 杂志进去了 书没进去 所以抄书 不要抄杂志 第三 教授教的 那个抄的时候 可千万记得 解放前的没有进来 80年代以后的 基本上都进来了 所以他们会 就诸如此类的 所有的 还不胜还的 超解放前的 超老书 对 超老书等等 会有一系列的 这一类的问题 这我说的是 你必须考虑 一个就是 比如专业论文 比如说我哪 硕士学位 哪博士学位 那是一个要求 一般的学术训练 是一个要求 而且课程作业 像我说的 刚才那个案例 其实是哈佛大学 只是一个 一门课程的课程作业 我们现在的问题 是课程作业 到底是B卷好 还是开卷好 我到了中文大学 发现他们的 B卷考试 正式很吓人的 就全部在 集中在所有的 大体 就是体育馆里面 对 我们也是 多少个院系 全部在一起 然后 课举嘛 对 不让你 因为我们现在的 一般的 在我们的 比如说治理的话 这个班的学生在一起 这个就是里面 老师们来监考 就出现一个问题 如果看到学生 我们的处理很严格 如果看到学生 作弊怎么样 抓不抓 抓不抓呢 上去 你明白了 老师知道你了 所以你就自己收敛 这样的 如果两次还这样 才抓 一般来说 老师 你的想 我们的要求 如果抓了以后 这门课取消成绩 而且不给 就不仅这样 还寄警告 而且很可能是 这门 以后你的学位就没了 就是将来 你只有毕业 没有学位 就你作弊 考试作弊 简单说就毁了人家 毁了人家 不是半生 有时候是一辈子 毁一辈子 就老师们心里 压力很大 你知道吗 就是当老师 看着这个学生 如果是这个状态 抓不抓 抓的话 不抓的话 对不起自己的职业 抓的话 很可能这个孩子们 孩子一辈子就会了 所以这个状态下 我们现在比如说 比较百大的话 会要求那个 教务处来 来管这个事情 不要老 不要老师们 自己来弄 这是一个 我说江阳中文大学 几百个人在一起 很多专业在一起 然后全部割开来 然后巡视的话 是学校里面的职业 他不认识你 他看到你作弊 他就抓 还不如直接请公安局的来 警察监口 我说的是 那个 警察又多一份收入 开卷考试和 闭卷考试的利弊 但是我说的 现在的问题 其实是不是开卷 开卷的 不是闭卷 闭卷考试的话 可以很明确判断 你是作弊的 因为你把纸条带进来 现在更先进的是电子手表 对 里面的内容可以查出来 助听器 助听器 各种各样的 但这所有这些东西 都能一眼就能够查得出来 现在的问题 其实是闭卷考试 开卷考试 开卷考试 什么样的状态算是作弊 什么样的不算作弊 都是电脑惹的货 反正刚才跟陈老师 我觉得总结一下 他简单来说的就是 抄书不要抄杂志 你别揪人家 抄旧书不要抄新书 抄解放前的书 不要抄 然后多抄几本书 不要抄一本书 台湾的抄大陆的 大陆抄台湾的 香港两边都可以抄 对对对 相见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那就你们感觉啊 这个中国学生 和外国学生 是真的存在说 中国学生就比较喜欢 利用规则 比较喜欢作弊 只要为了过 外国学生能稍好一点吗 看哪个国家 我不敢说具体到哪个国家 特别容易抄袭 但是比如说 其实欧美的整个传统 他们的要求比较严格 加上他们对诚实 做学问的教育 进大学就开始 所以我才说 我在北大是多少年前 八年前 八年前 中文系学术委员会 委托我开一门课 面向所有的研究生 我开了八年了 题目是 学术规范研究方法 就告诉你怎么样防止出问题 告诉你学问的境界 也告诉你做学问的具体的方法 甚至包括注视如何防止出现问题等等 讲了每年讲八节课就一个学分的 就这么讲下来 就是既告诉大家危险在什么地方 也告诉大家 其实如何更好地完成你的学术训练 不能只是说 因为我特别担心讲成一个政治课 说你不能这样 你不能这样 其实有的是无心犯错的 学生们有时候是无心犯错 你必须告诉他 雷车在什么地方 方法与规则 对对对 你如何跨过去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在读书的过程中 很容易一不小心就进来 而国外这个训练是一直有的 这个学术传统 不单是大学 他牵涉到中学校 我记得我女儿申请大学的时候 把她自己画的画拍出来以后 收作一个附录附上去 我当时提的问题就是说 怎么知道这是你画的呢 你找个别人帮你画一下 或者那抽上去的材料更好了 他满脸诧异地看着我 怎么可能弄别人的画呢 就是这个训练 对他们来说已经更是现经地业了 而且大学里也不怀疑你 你附上来就认为这是你画的 就作为收你的 收录你的一个基本的材料 要不然的话我们找拍七拍十的了 所以这也不光是什么小学大学的问题 这是全社会 全社会的问题 你父母家长在这里边采取什么态度 以前我们签名推荐信 写到国外的学生推荐信 我们都是教授签名 现在都要回复 请你确认 不相信 就是国外已经发现 好多中国学生 电脑回复 请你要再确认一下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喜事录 就是专人说只有面试才负责 必须要贷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